Hello 大家好 今天来到星期五的直播 今天先说明一个预录的直播 虽然预录也不是早很多 因为现在是星期四 即是昨天你们看的 昨天五点半的时间 所以也会跟大家更新一些价格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一早早6点9的早上已经去机场 全公司一起去泰国的苏梅岛 大家如果去开 上次有个朋友说去开 一起说个嗨 对了 今天也没有了 我们也要分析一些市况 今天也有个特别的 几个环节跟大家带来 大家也可以一直继续留言 我不喜欢录订拜博 因为我直播想继续 大家跟着一分钟留言 我可以看大家留言的时间 我说到哪句你有什么反应 其实我都可以跟进 还有一些问题我可以重复 所以大家也即管继续留言 记住给like和share 今天的题目也挺有趣的 就是说回这个知识率的倒挂 真正的用法 对市场的一个影响 以及统计是有什么帮助的 三样东西 所以跟大家去更新这件事 令到这个图就是我们9月28日 在直播在你们面前 我自己随便拿一只笔 不是随便的 真的要真的想过的 这些我就是拿一只笔 随手就画了一个预示了两年至五年的楼市图 其实就是香港的股市楼市的一个经济方向图 如果你看到你亲自看你现在继续 或者你重看一时间继续 是暂时极之准备的 因为我17年都画过的 一次是直标完全没有回调的 然后1920可能我画不到那个细致位 但是今天再更新 如果这件事是准备的话 照版转换 今天有没有流曲了 有没有改变 之后的流程有没有改变 跟大家一架 大家都可以怎么画 画到大概的方向 另外第二是更新的趋势名单 以及新一个转势名单 今天也带了一只 两只的股票其实是新加入 我看到有些预测了很久 都有机会爆的条件 如果股市上升当然好 如果股市下跌的时候 那些股票也有机会可能会 有些逆市走的趋势也可能有 所以不知道 譬如上次贸易战的恒生银行 维他奶也说过 港交数 288 我们也说过 希望今天也会带你名单 还有些美股 所以跟大家带来一些分析 上次也记住留言 今天跟大家讲回那个题目之前 看回这个图 上次讲到9月28号 还是楼市还没有确认去做一个调整 记得吗 去年9月 所以我也说过 今天这个位置 有机会做一个小调整 连这个也估计了 不是说笑 对不对 接着 将会上回高位 这里还未知 接着大概在1920年 就会进入见顶 见顶不是跌 因为通常你眼看到 都是20年 或者是21年 可以吗 所以如果真的发生了 可能2021、22、23 就进入一个熊市的时间 可能达到3至4年的时间 然后如果真的这样算 越来越虚无 我说过 当时的片子的20分钟 你看看 越来越模糊 因为远一点未必估到 怎么做到这个预测 或者怎么用知识率 其实我们是靠知识率 去估计到大方向 然后其他用一些资金流 包括我教你们用的M1、M2的 特别用法 去看短期的回调 所以大方向我们一定守得住 好吗 说清楚三个方面 什么叫赤识度 什么叫做 真的如何影响经济 会不会影响经济 以及统计学上的扮演角色是如何 记住 上课的高班那时候教的 是最完美的一个讯号 OK 如果我们再深一点 招行的讲序都已经讲了 今天算是淺白了 好吗 所以跟大家讲一讲 大家都可以做个练习 我们看到很多人都说 知识倒挂 债识倒挂 Inverted Yield Curve 有人说有影响 有人说没有影响 议论出来说不关事 有些人说很关事 其实怎么应用呢 我觉得全部都有对的地方 但是对于利用法是不同的 譬如你做银行 你做投资股票 你买楼 还是你根本什么都不投资 是有不同的影响的 所以首先我们来讲 什么叫做正常的Yield Curve 正常的Yield Curve就是 你买美国的国库债券 越短期就越低 越长期就越高 什么意思呢 短期的息率 通常比如说三个月两年 就是银行借钱回来的成本 你当是一个面粉的价格 有长期 譬如你借给你做Mortgage 20年 25年 30年 就是长期面包的价格 通常就是短期高到长期 你才能够有生意可以做的 譬如在我们身上做的存款 我们给钱 又或者跟联储联邦基金 做一个跟联储局或者银行 中间借钱的成本 包括联储局控制到的Fed Funds 或者隔夜拆息 这些都是能够控制到的 但联储局不能够控制到30年期 不能直接控制到30年期 和25年期的市场断定的息率 所以当它扭曲情况 就会有一个inverted yield curve 就是图中 Investopedia这些都教你的 inverted yield curve的样子 对不对 有什么导致到这样的情况发生呢 可能市场担忧美国经济 长期对美国的信心 又或者短期一些避险的态度 可能飙升 所以市场担忧有这个的yield curve 第二部分 是不是真的影响到经济呢 其实不一定 不过一定有深的影响 但是一定有钱的影响 因为如果你看到inverted yield curve 譬如我在银行 借的成本是7厘 但是我借出去的成本回来 是5厘、3厘 那我也做不到生意 如果你在银行 或者mortgage的institution 你会做什么呢 最主要就是我不做生意 我不借钱给你 那我们就没有钱炒 资金不一定少就跌 但是多数资金少 多数都跌 那你说的是不借钱的话 可能撞对当时已经很高息 之人已经这么做 3案、4案、5案的时候 其实撞对手臣 就会有一个经济的大萧条 严格来说 是不是真的直接不借钱会爆煲呢 不是一定 但是对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视乎当时泡沫酝酿得挺大 所以这个情况是这样的 所以可能你说短期这么多息 我都避险了 我短期拍了三个月两年 我短期的钱都不会放到股市里 也会令股市有合回调的一个迹象出现 所以这件事其实都可以很恐怖 可大可小的 虽然你说第三 不影响经济 那就是可以继续玩 不是 最重要是看统计 所以我觉得经济学家 譬如耶伦 你不要这么记得他是经济学家 罕有地这么多人是关于投行事 耶伦就是纯粹一个经济学家 所以耶伦说 借识到对经济学上没有影响 我都同意 但是对统计上 你要看回情况 是有参考性比较恐怖的 所以有同学问我为什么我会 突然间上个星期四 你记得我看升级版 星期一二三我都说 鲍威尔只可以说一个script 否则智识就会债息到倒挂 星期四他说的刚刚是我想的相反 所以他的言论令到 中期10年30年突然间有一个比较大的急跌 所以令到知识有一个倒挂的疑云出现了 等会跟大家说今天情况是如何 所以这是我自己这么多年开Channel到现在 不是我这么多年玩高票 开Channel是11年 对吧 到现在是面临一个最大最大机会 最大红市的机会 去年跌到这样我也不说 今年我就说 所以不关市市正在跌的事 关于统计学上有没有触发信号 信号什么呢 我课程里有说到一个特别的信号 因为债息倒挂正常的样子就是这样的 完全是三十年 三十年要低过十年 十年低过五年 这样的完美 但不是每次完美到这样才爆发的 是有某个信号的 今天不能够详细和大家说 希望大家有来到的话 来到我分享会 4月2日有个澳门分享会 4月18日有个分享会 今次focus会比较牛市最后烟花 可能谈谈识率 还有加上一些评保和建项 为什么会计算到六十几七十元 评保是八十几元 现在是八十几元 或者可以直接入门班初班报 系统204月3日4月17日 分导报的八八节 去到后面我都会课程整个东西 我都会有讲知识率的真正的深的用法 我现在赶着救命 要和大家讲的情况是如何 所以你见到 这样八九年出现 这样的样子都叫做inverted yield curve OK 2000年出现科目股 这样就直接是inverted yield curve 接着在说06年 这样也是inverted yield curve 所以你看到可靠性有多大 途中我选了三个熊市 给大家做个参考 分别就是第一 八九九零年的环球的调整 的熊市 你看到有三个讯号 第一 星星的位置 就是知识率倒挂的日子 就是这个样子 倒挂日子 八九年六月 第二 讯号是股市见顶日子 第三 灰色格 就是经济已经确认进入衰退的时间 你看到分别的次序 其实是有一定的参考性的 不到你说不害怕的 OK 第一 你看到了 就是知识率先走 然后爆了股市见顶 见顶爆了就进入衰退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眼看到衰退 是持续很多很多 就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而并且看到知识率真的做到 它始终不是现在 大家将来会见到 进入一个熊市的机会是很大的 所以是有一个密切相关性 这个就是S&P500的科目股时间 连美国也这么做 对不对 星星有早过股市见顶少少 这次是少一点 但大概也有 都是早了 然后灰色 熊市便面临到熊市的迹象 就是2000年的中间去01年 行不行 所以我们会误会了任何时间发生的 譬如9月1日一个飞机撞起来 其实撞起来一定是差的 但撞起来之前我们已经有很大的泡沫 所以跌得很厉害 跌得很长 然后第三我们看到 这个美国叫做Great Rejection 我们叫做金融海啸 风暴 你看到金融海啸 你看到星星在06年发生 Inverted Yield Curve 然后股市见顶 然后美国进入的经济衰退就在这里发生 美国升我们不一定跟着升 但是美国死 我们100%跟着死 所以美国的知识不容忽视 虽然它不能扭曲到经济的问题 但是始终来说 看数据 一扭曲了一支息倒挂 其实必然会见到这个衰退 现在问题就是 有没有 市场说的债息倒挂 首先要解决问题 现在有没有债息倒挂 好吗 第一个问题先问到 大家 那我看看现在的样子是什么样 然后你告诉我有没有债息倒挂 OK 现在这个图就是这样 你见到最顶的这个 最底的这个先 最底的这个深产息线就是五年期 然后是楼上高一点反而是两年 十年 然后三个月去到中间 然后是三十年的 可以吗 五年两年十年三个月三十年 那这个画现在的样子就是这样 那你看有没有债息倒挂 不过这个就是我自己做的 数据来的 因为我当时几个熊市 这两个熊市 我都是想找 因为每次不同样 你明白吗 每次的债息倒挂不同样 那我要什么的信号才叫债息倒挂 你不能说这样像这样不像 所以我告诉你 然后我告诉大家 我上课说的真正的债息倒挂 讯号有没有倒挂了 好吗 那现在我想告诉你 现在是有一个年期 三十、十年、五年、两年和三个月 对不对 现在五年是最低的 这里两年高一点 对不对 三、跟着十年高一点 跟着三个月高一点 三十年是最高的 现在是这样 对不对 那有没有倒挂了 有没有倒挂了 跟谁一样 跟这个不像 这个是山 跟这个不完全像 可能跟06年比较像 我有两个讯号 第一学习信号 第二就是我们经济学了解的讯号 是不是倒挂 第一个问题就是 答案就是 未是完全倒挂 但是那头很近 为什么这么说 第一个我很难解释 记住 因为很短时间 在我们如果有任何 它还有一个overlight 我还没写 overlight现在是两厘半左右 两厘半左右 就是这些位置 第二在数据上 统计学上 这个是我的统计站 不是坊间统计站 我可以统计这个不算数 你要找一些讯号 什么 cross 什么 是100%包的讯号 而在这个很难短时间说 但是现在还没有发生 但是为什么你说 那你很厉害 我认识你而已 那你现在听到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经济学信号 刚才说过 不是直接影响经济 但是最主要的大方就是 短期借的债 即是面粉 是不能高过面包 即是长期债 你看到最主要就是长期的线 这个和这个 其实不是跌得这么厉害 因为我们看到银行可能借over night 三个月 甚至两年 这堆的成本 始终都是低过这堆平均的成本 是不是 所以严格来说 还没有死 但是不是不能留意 因为接下来的趋势 一开始扭曲 迟早扭曲 即是现在是有危机性在 所以是不是真的完美爆破 我都不能肯定 要多查一次 OK 但是否则第二步就说 当你是 我当你现在的面包比面粉贵 简单来说 就算是的话 你看到这么多次的升升 股市不是说经济 看经济太迟 股市都是在升升之后才发生的见顶 看到吗 都是股市的见顶在升升之后 这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三个大的方向 第一 什么是债息倒挂 第二 今天是不是债息倒挂 还有今天算不算是债息倒挂 如果你真的说要算 你也不能跌 十年期现在跌了一会儿 可能跌十天或者八周才肯定 还有第二部分我最主要知道就是 就算跌了八周 我们还有半年至两年半是去换 照统计可能再去玩 所以我怎么去做一个总结 我想让大家清醒头脑 我看到同学都议论纷纷 很辛苦地 又很难去掌握 又或者有些同学已经有些朋友是准备受水 劲劲他 不要这样做 因为为什么呢 第一 现在还没有完美债息倒挂 不过我都很悲观的了 第二 就算是悲观债息倒挂 他还有一段时间寿命去玩 而往往爆的时候之前 一定是扯得上来最高的 这一刻扯得多急 用最短时间扯得最高的 就是爆之前的半年至一年 看你想不想玩 比如上次这样扯上来这么英俊 我为什么这个分享会说烟化呢 我会说用试律 上课会用知试律 跟大家说为什么这个叫牛市烟化 就是最后一刻爆 你可以不玩 但是确保你看到这些信号就不玩 这些信号就不玩 你确保一直不要玩 直到三年之后才再玩 好吗 比如上次06年 你一直在06年不玩 升了一年半 你也不要玩 知道我很急 1200、1300到1600 升幅不少 升幅不少 升了20多30% 只是指数 所以你要忍住不要玩 并且要喝完这一堆浪 还要在三年之后才再玩 所以我自己的观点就是 我也想玩 但是我很小心玩 要看得很实 什么时候随时爆 然后那头近 所以我越来越感觉到 现在是很像 我经常说的 现在是很像06年这个位置 很像06年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希望这个都是 这些我也是知道 和大家分享的 只是一个这样的 platform 你帮手share 帮手按like 我知道多少就说多少 但是有些情况不能够是三个字 半个小时和大家说完 但是我一定会发出一些警号和大家说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的话 你当然要去上课 你要知道 如果我不想知道为什么我只是选择集网 那么继续看直播也可以的 我觉得知多一点当然是好 希望上课见到大家 但是我自己觉得 以我将心比己的话 我又不是很敢现在想走 又避免了这个声幅 但是越来越感觉似是什么 这次真的可能越来越感觉 这两个事 是第一 第二将会有名 将会有名 譬如上次叫雷曼 又叫次安 之后是科网股 那些都是catalyst 即是击爆波的气名 但是波是否在 已经在蕴酿着 应该不能回头了 所以最后这一刻趋涨的时候 其实有机会面临一个比较大的调整 现在我和之前市场跌得很厉害 去到二万四 又说是一万八 1月22日有人留言 今天师傅叫人买东西 写下了你 我看都没有买东西 所以那些一样玩的事情 无论如何走势 如何升跌 我尽量用数据去做事 现在其实我是很欢迎的熊市 为什么呢 因为我拿着这些单位 我拿了很久 基本上每一个月我老婆都借点问一下沽了没有 我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了 OK 如果能够在这个位置沽了所有车位 我车都不开 OK 在下面再一级 哇 是很快的 我等这个周期很久了 我跟你说 不过 爆之前 我本来买了几个单位 买了车位 我拿着这些股票指数 起码升了一阵 令到购买力再加大一点 所以如果我看得中 如果就是我和我自己说 你不要跟着我 如果我再看得中下面 下面再能够买得回 在这个情况下我确保扣物力大了 还要当时累积一定跌幅 我再在下面买 不过这样 有这样的可能 如果这样的部署有一个盲点 那又怎么样 今天的楼市 再在楼上楼 先做一个预示图 所以我觉得新的预示图 过了 今天我们去到 上次我们八年九月 这里开始 跌少了一点 在说1920 21 22 23 我觉得怎么样 现在 其实样子差不多 但是更明确有时间表 就是这个牛市的寿命 的癌症 是更加肯定 半年两年半就完结了 OK 就是好像医生告诉你 你验到癌了 OK 但是医生告诉你 可能是癌了 要多验一次 第一 第二 就算验到也有半年至两年命的 那你尽量玩下去吧 尽量 人生最精彩就是那段时间 去玩呀玩呀 尽量 尽量去做 可能牛市类似这样的比喻 大家会更明白 所以现在回答19年 我自己看也在升上来 无论经济 牛市 股市 都是这样 预期可能会很波动 非常波动 但是可能有一串 超级飙上去 OK 这个时间大概不知道 大概 如果今天是爆 因为今天不算爆 如果爆 就六至十八个月 大概 大概 放个问号 不然大家断章取移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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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不听 你这样说 我现在图文声并茂 再说 disclaimer 再加上 所有 所有disclaimer 都放在这里 如果真的的话 有机会有一个升幅 然后sharp cut 下来 红一二三 类似这样 我所知 这个幅度不能够 大概知道 但是流市的话 大概你说三至五成 Average 有些可能跌深一点 有些跌浅一点 这个时间 有得估计一下 大概就是30% 之前的牛市 大概是三至五年都可能可以 所以我觉得 唯一和九月不同 就是这个位置越来越准确 现在这个位置大概是多少 可能不是19 可能是来多一点 最快是Q419年 最慢可能是Q420年 或者Q121 所以这段时间就会比较精彩 那为什么我今天 譬如我今天就不买楼 我估了这些东西 有什么问题呢 因为这样的 譬如你今天的房子 200万 它飙升上去飙升400万 跌一半 流落到200万 有没有好处呢 没有好处 你中间这四年还要租楼 如果你需要楼 所以很因着你自己个人的取向 而有调整是需要的 像上次这样 我2006年 这个图 可以上次 我给大家一个经验 因为我自己说一说 不需要大家经历同一个时间 我自己以经验 大家是吃别人的经验 所以我很喜欢看书 一本书是吃别人一世的经验 所以我现在说的经验 就是上次我经过很多 struggle 很多日夜的昼夜思想 而达至结果 所以为什么不参考一下 上次2006年爆 OK 然后还行 都慢慢涨 一边加息 到2007年 3月左右 我买了第一个单位 OK 第一个单位 然后好像死了 买了一个单位 然后扯上去 OK 我想说这个位 是160万左右 当时 升到最高330万 OK 然后我知道 我也用知识来做 我知道 但是我不沽 因为我要住 其实我打算 现在的MIMA 我继续MIMA 我设计PlanPair做的 就非常存钱 在 somehow熊市里面 我就买多一个 或者两个单位 加一个或者两个车位 我的Plan是这样的 所以我Facebook 我看楼子的流程 开头的时候 你看着 所以我一直存钱 我没理由估计单位 结果回回落 你知道我多少 去到210万而已 最低口价 二不散 然后见底 今天升到多少 这张纸都不够 因为这个单位是600万 600万 现在 行不行 所以这个不差 你要计算 对吧 最重要的是什么 这一刻升幅多疯 说的是07年的3月 升到08年的4月 是160万 升到330 而股指很容易估 股指07年的10月见顶 这段情况 08年的4月 07年10月 至08年的4月 其实这半年 资讯变了 减息 其实我知道是尾声的 末日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不要买东西 就可以了 如果真的去回 真的末日了 上来的时候 我会继续直播跟大家说 但是今天不知道会太深 给一些意见 这个深度的情况如何 大家给一些意见 我想调调再简单一点 或者深一点 但是这个题目 深还是不深 我都尽量调调表 但是这个事实 要跟大家去解释 好吧 大家记住留言 去谈论一些讨论 大家都可以去讨论一下 我又看到大家的留言 去调整 如果太深 我会谈其他浅的东西 哪只股票升跌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结局 首先 大家先谈谈一些事实 记住 第一次隆重登场 就是陈sir的 其权其子分享会 将会刚才的笔纳展示了 将会在4月26日 第一次隆重去诞生 他focus会多很多这个 strategy mentality比较重一点 另外 之后一天 到4月27日 埃里斯sir的期子 将会在马里西亚吉伦波 将会有这个分享会 记住 大家都可以去报名 两个他们都认识大家 其实 另一个有趣的就是 Jacky 即是美姑 去了台湾设计 他试试用新的设计 因为大家都去问一下 换入他的机会 4月18日试试在台湾 做了上线分享会 看这个设计行不行 不行 他就只是台湾半退休 不可以这么说 当是半退休 他也很chill 还有我刚才说 我的分享会也说了 记住 所以我们已经准备就细 在4月11日的茶序 希望大家在下面的连结报名 我们已经说了 那个题目是 美国的和 刚才我农夫 那样 美国和平年 特朗普一定去布施一些修成 修成 下一回合 什么呢 他一定会再说出来 比如我们之前说的波音 大豆其实走势都不错 对不对 然后中国也那边想去趁城出击 我们有证据 总统年的第三年 一定中国搞搞阵 一定港股值通车 人民币改革 全部这些日子出现 一带一路 2025 全部这些年份 今年就是那年 今年就是那年 所以4月11日 我们都落尽力去做一些明谋论 当然不少的技术分析走势 还有两个嘉宾就是陈sir和郭昭 对了 因为郭昭休息了半年了 现在再去和大家出击 希望当时和大家去做 因为这次唯一一次去医馆 之后订阅的医馆 有一个全部会撤订 我不再去 不再受气了 所以下次就是2200多个位 就scale down到1300至1400个位 所以大家也现在立刻就布住下次 就是剩下千多个位 7月11日查序42 希望大家都可以先报名 预售 或者4月11日 头15分钟就要买好票 亦都是accounting 我们requipment 如果真是他报到propation 你介绍他 有1000元的revolvee internship program满了 应该有8个上班 大家就 都可以照发email 希望楼下的 讲座会断给大家 如果大家支持都可以报名 我们这个channel和整个学会 可以继续营运 或者大家已经报名 或者可以就这样 或者报了名 或者未是时候报名 也不要紧 大家只要是subscribe 或者叫你朋友subscribe 或者按like 都可以间接帮我们继续营运下去 好吧 希望大家都会继续支持 这个图表 我都想了两天 我想大家说 都如何浅白一点 要解释 希望现场录的point 都可以保持清晰度 给大家可以 第一就是最主要 今晚之后回去反思一下 整个未来的一年五年 甚至十年的生活的节奏 投资策略调整时机 可以深立去反思一下 是吧 我知道多少 将来的东西 我真的没有人可以决定 有水晶投 可以吗 我知道这么多就说这么多 好吗 因为我的目标就是 比不知暖股五五波 但是知道一定会赢的 加大了 好吗 希望大家都可以将今天直播 分享出去 接下来和大家更新一些趋势资产 好吗 趋势资产和 先看看 趋势名单 今天焦点有几个 趋势名单 总共有2331 有2331 有Apple 我想调多一点 触发名单是很长的 看看有没有时间做 有一只康师傅 有蒙牛 有921 这两只新的 首先和大家更新 然后921 6869 175公布组业绩 Pool 这只中了位 准备爆 直合 我今天录制的时候 Pool还未爆 但是很硬 整个三个人 头和尾 刚刚领触了整个三个人的边 哇 很靓 开给你看 接着就是 631 31国际 其他就未必有更新 譬如 你自己可以看回上集 没有什么特别改变 中文香港 2313 中国燃气 ROL 杀从水 和波音 都可以看回之前参考 所以一些比较紧急 可能今天升线 你看着 因为我不知道开始是怎样的 一跌穿还是怎样升穿 你要跟着策略 目标就是什么 市场没有事 但高一点 但再多一点 收成 我之前有和大家说过 否则 这样可能防守性会高一点 这是做一些absolute return的 portfolio 首先说了一些趋势 趋势名单的定义 现在再提起这些新的方式 和大家新做的 趋势名单定义 应该你买了 现在跟着趋势上升 看看目标怎么做 如果市场差 趋势名单可以向下 对不对 李宁 猜都猜不到再爆上去 昨天有一个穿头破脚 看看今天走势如何 如果今天 我现在未有图 如果今天开在这个位置 其实也能走得老 可以再剩下货 走得老 走的意思 他可能也不会穿11块 这些位置 但是如果12块 11块的卷线 可以考虑一下计数 但是猜不到 还可以再上升 因为我focus不是李宁 是focus另外一只 破位的 那么这只呢 这只一手很大 所以我们真的比较大的仓 才剩下的 现在破位最高到54 你看 20多元到54 差不多升了double 陰功 我们又不是20多元买 不要误会 我开始的时候 可能是34 还是突破 这个位置 还是38买的 这个位置 但是不能够各个组合 因为一手都贵 差不多成10万元了 现在10万元一手 所以没有办法 因为他失衡了 10万元一手 你能够分住 就是20万 20万 总共20万安格 你只能买10% 那就是200万的仓 才能买到 所以没有办法 他又不拆势 不拆势其实是好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自己 现在要教育基金 有查询 记住可以打来查询 OK 这个就是安达 不是安达 我想说利宁 当我没有说过安达 接着苹果 也进入趋势名单 其实进入了很多天 我们虚招 记住我们150元就开始 已经买到了 现在就等着吃虎 因为不会再加注太多了 不单止再修复了趋势线 现在暂时差不多200元 现在是180元 如果之前这条X线 去得住 我再量度过 看到吗 现在刚刚顶住了 所以不是不应均 不过 如果你看好它 不会再失手绿色线的话 其实它可能能够 再突破 再再买过 那量度比较有机会 去到280元也好 是不是 到时可以再说 但是现在 现在单纯来看 是真的趋势 升到这样 是不是 跌了几只阴竹仔 所以如果你说短线我想走 这样发一下发一下 不是亏了 乘了一些钱 那你就走 因为我的形态就滑了 是视乎你的仓位如何发展 另外就没有什么趋势名单 触发名单的大力把落 就是准备可以去做一些 一些理名的动作 首先第一只 唐师傅 如果你有提升级板 你明白 对不对 我不知道将来如何 我又不知道今天开始如何 所以你看回策略如何 但是这个是我的账户 开回你就知道 我昨天升级板画的东西 这个位置 OK 如果你真的 现在暂时升穿了通路 我叫大家升级板已经復了几天 几天不算多 算是復得少时间 你看到大概的目标 大概会有这个位置 可能有13.7的位置 而指示这个位置 也不是说少 但是它上升通道 所以对你有利益 如果一路弹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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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 它就算不上升 就这样弹一弹一弹一弹 其实时间久了 都能够随着格格上升 是我们的朋友 上升通道 所以是一只康师傅 另外一只梦牛 不好意思 我迟了 但是也有突破趋势 也跟大家更新一下 因为也挺英俊的 因为它突破了趋势 其实曾经领回通道 后抽一下上来 昨天报27.9毫 我自己说的也不够钱做 因为我们的短线仓已经满了仓了 所以我这只可以看回 有机会至少去到29.5 以这个技术来说 不是我觉得它至少去到29.5 如果这个技术发展是29.5 是有机会的 但是如果你今天才出 铁院士的位置就穿回这个位置 或者你保守 可以等它会不会回这个位置 再做反弹再上 更英俊 但是未必的 未今发生 所以这两个就和大家更新了 有机会有一个大转势 同样更新了 就是921 921其实很英俊 我不要说我没有画三角形 如果真的想紧贴 我已经画了这个三角形 很实势 每次都画给大家看 如果真的紧贴 现在就是完美的三角形 想突破的 OK 破哪边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真的破 我未必开直播 记住大家有兴趣 加入升级版 因为我不能够星期五去做 所以大家也没有必要看 如果有任何错误 你要看回星期一至四升级版为准 因为星期一至四我会改计 我就是星期一至四说的 对不对 我知道的话 所以如果能够再突破今天的位置 大概是11.2的位置 如果再突破 有机会有一个比较上多一层的升幅 所以这就是转世名单 就是这样的意思 六八六九 同样做更新 上星期五就说过了 杨竹小头不太好 大市又未就 我就不必买了 但是有些朋友都买了 我知道的 但是我没有买 其实不用相信 你星期五这样杨竹买了 不是说很差 就是不是很差的技术 但是如果真的要做到一个比较上 一个 先看看 混合今天也要 因为他没有了这些竹 因为今天 因为星期十 你也知道 因为我说这个通道 对不对 你自己看了 你自己看回 这些通道 不要说技术分析没有用 就是技术分析有一定用处 跌穿了 你就应该止蚀了 我都说三天要上海之路 就是今天要上海之路 今天是星期四 现在是星期四 最高是上海之路 结果下来 原先失手 原先突破到的 但是结果 安排下来 证明这个通道下限是有用处的 现在是有机会 有机会是下到15.5 很远 不知道 总之现在不要留意着 放在观察名单 或者他不下到15.5 去到17元拉西 19元拉西上海 都要拿回紫色线 做紧守位置 上海之路 我才再买 好吗 所以长飞光鲜 现在等 因为当时这个圆柱通道上 我都忍了很久 等到11月等到2月 三个月 所以你说三个月 这样等 但是三个月之后等你赚了20% 你不等我帮不到你 现在每次投资的机遇 就是你之前迫回来 你不会说行指突破信 找东西买 你和你 就会跑赢 对吧 所以这个直播就是这样的意思 希望大家的vision是对的 起码头脑清晰 是真的以一个新奴 和愿意take risk 去赚取之后 你应得的回报 还有可以是自己亏 所以大家要教证 这个mantility是最重要的 所以希望大家也是这批人 好吗 接着175公布月职 我又不是觉得很差的 我觉得一般 但是因为我预讨是有这个位置 但是市场觉得有些是跑赢 因为之前你想到的倒退 对吧 所以十几%又不是真的很差 但是我觉得是20多才会再升 怎么也好 现在暂时有机会等它什么呢 我走了一转再做过 现在你看到暂时这个位置 16.2的位置再突破 或者16.3再突破 可能会再后回它 你说这么迟 升了一个多两元才再买 我是这样 我的钱很多可以做到 它的技术走势未配合 如果等它升到16多 有机会可能量度升幅到20元左右 所以当时的位置再释放的 profit loss ratio和现在是不同的 现在你买的profit loss ratio 就是今天追 这个目标 止蚀跌穿右肩 是不是 如果你之后追 比如突破16元才追 这个位置追 量度升幅20元 我当你这么少 跌穿颈线走 是不是 这个位置 明白 所以大家要不了解到这个情况 大家记得按save 然后拿出来 不需要每次画过 这些很方便 还有些美股 让大家diversify 这只 刚才说的pool 这只多巧合 对了 我没有画三个人 我画给你看 哎呀画了 我一直画会过瘾一点 你看到我今天没有看星期四晚 我看的前一晚 整个阳烛是夹紧了三个人的边 如果这样的情况 未必等到四月八日才爆 任何情况下才爆 如果我们买了 如果你还没买 不要紧 等它爆上才追 但是爆上要知道才可以 因为是这几天 所以时机上 不能够等到下星期五才更新 下星期五有机会更新 就是一个趋势的名单里面 其中一只 转去趋势 不是转势 转去趋势名单 只不过不是爆升还是爆跌 以今天这个上升轨 下面上升轨是比较强的 Tent to是想往上 Tent to是想往上 但是望去楼下不要买 对不对 所以这只美股就是做游泳池 所以和大家更新 今天就这么多 下次再和大家再见 希望这些 event 会见到大家 大家留意着4月多一点 因为未来复活节 5月可能会少多很多 可能除了国超会加密 大家也可以随时去到 edu.money-tap.com edu.money-tap.com 去看其他的时间表 或者APP到下载都会有的 好吗? 希望大家继续留言 我下机的时候就会见到大家留言 多谢大家支持 记住 你的分享和你的like 是我的动力 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